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小科之頻道 今天想跟大家說的是一宗令人不高興的新聞 是什麼呢?先看看題目吧 每個人都是真事之物,不要輕易批判別人 這個題目也說了 事緣今早就看了一個新聞,也很不高興 上海一名十七歲少年在車上跟媽媽聊天 突然間不知道她媽媽說了什麼 不是不知道什麼,我按給大家看 這裡有寫的,最主要是跟媽媽聊天的時候 媽媽的一句話,好像跟她兒子很慎 學校很不高興,怎樣怎樣 最後,看一看,學校跟同學爭執 母親就在車上說兒子 無聊啊,沒用啊,或是為什麼當時擇怪她 兒子一氣之下跳橋死亡 其實也不用看影片了,大家都猜到 但在這條影片的留言,或是討論區留言 也看到一些...最主要幾類的留言 其實也看到這個世界 為什麼會這樣呢? 有什麼事說呢?先告訴網民 她說你年輕人,頂不住壓力啊,是廢的 不耐說的,抗型能力也沒有 父母花這麼多心機照顧你啊,為什麼你要這樣做啊? 首先第一件事,不是說要在這裡跟大家說 她跳樓跳得很有道理 是絕對不鼓勵別人去做自散行為的 但是現在發生了這件事,也過世了 不詳細說她的事情 反而我想說的就是 為什麼背後會發生這件事呢? 我個人認為其實有幾點 第一件事就是...情緒來說 大家都試過,情緒很不穩定 好像這幾天天氣一樣,復活節天氣 突然間天氣都黑了,然後突然狂陀大雨的時候 你也是控制不了的 人都一樣,不要以為人很理性 人很多時候都很不理性,也很情緒化 不是說當時會想到很多事情 如果不是這個世界,怎麼會有人失戀啊 要生要死啊 其實人始終是人,有感情 他也會有自己的情緒波動,這就是控制不了的 而這個情緒波動,很多時候都是人 愛人 甚至乎是他最親的人 而導致這件事 可能外面的人跟他罵他,或是責怪他 他也沒什麼感覺 反而你最信任的人責怪他 他才受不了 我只得你可以傾訴 或者你肯聽我說話的時候 你都沒有說很支持 不支持都不要緊 可能跟他串開一鑊 或者說他 每個人都是死穴 這個就是做人為人父母 都不知道自己兒子的皮聲 也不知道自己兒子的死穴在哪裡 其實父母方面也有些責任 你兒子其實不能說這件事 例如說 你笑他外觀 或者你笑他沒有腦 或者你笑他一些很不喜歡的事情 但你覺得是沒什麼 這個世界不是每個人都 人是始終是人 始終會有個感覺 很不高興 當時控制不了自己 就做出這些事情 人的死穴 說中了 有時情緒會崩潰 雖然言語間 很少事 但有些人對他來說是很珍重的事情 例如說 有時也是 有時我拍這些頻道 或者做很多事情都好 到頭來很多人都沒有說很正面 嘩這些很無聊 有浪費時間 有問題 嘩你說 廢話你 很多事情都 或者甚至乎身邊你最珍重的人 他說這些 你真的覺得很不高興 我打算跟你說 想你去支持一下我 或者想你 不會得出這些結局 有時我爸媽都不知道我做過什麼 很多時候都說一些冷言冷語 你當時你覺得他們是你最重要的人 你想告訴他們 分許喜悅的時候 他竟然得出這些事情 我相信很多聽眾都試過這些情況 你當時真的覺得很火 那以後不跟你說 有時真的會這樣說 每個人都是他真事的事 花那麼多時間心機 得出的結局 得出的回應 其實很難聽 有時就說 縱使不同意也好 都不要說這麼難聽的說話 嘩沒用的 認識一個男朋友 那麼醜 那麼垃圾 有時真的會 我真的會聽過 不要開玩笑 蛤?那男朋友沒有錢的 怎樣怎樣怎樣 那些事情 一時之間還是氣憤的 有時不要這樣說話 就是 人一世為一世 難道是為了去侮辱別人 或是為了去輕時 批判別人嗎? 大家一起互相... 我不明白 這些人是這麼有趣的動物 一定要這樣去攻擊別人才開心 有時 做這麼多的影片 做這麼辛苦 才會批評 我都看化了 原來其實做Youtube也學做人 可以 有時 EQ控制 你會懂得多一點點 原來 這些人會這樣想 不過其實你有時 做人越來 不要只說 學東西 賺錢 亦都要學習怎樣 做一個更加 對任何事 或者對很多外界的影響 都更加平和的人 相信 對你的人生也有些幫助 因為身邊經常會發生不同的事 其實就算這次說的小朋友 說他17歲 青少年 就算沒事 我相信青少年 這次說中他死穴 或者得不到人的支持 他背後的心態都是很火的 始終有一條刺 就算今天不跳 下面都不知道他做了什麼 可能是罵媽媽 或者怎樣也好 我不是說要幫這個年輕人 說跳樓說什麼藉口 而是說 人始終是人 大家試過情緒崩潰 試過情緒低落的時候 始終你控制不到就控制不到 這件事情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身邊的事物 身邊的人 每個人都是他真實的事物 不要輕易批判別人 就算你不認同也好 都不要說這麼懶聽的話 就是這樣 人互相尊重 亦都沒有需要那麼... 呃... 那麼面對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對人那麼面對 有什麼用 呵呵 覺得自己比較厲害吧 不知道 最後一句 珍惜生命 希望各位聽眾 好好享受人生 不需要每一刻 拿到這麼盡 每一件事都不用去... 難... 即是去到... 跟別人相處啊 賺錢啊 各方面不要去到這麼盡 中庸之道 道家思想 今天分享差不多了 按鈴鈴、訂閱、Like和Share 每個人都是真實之物 想清楚 拜拜 每個人都會選他們 他們都給了